同样也是关心玉里镇 倒股收购价格低迷的镇代表罗士权 特别针对玉里镇长龚文俊市政报告中 强调要找回玉里镇的竞争力说法 他词询时表示 包括了玉里站、玉水浚 以及传统市场的停车问题 市区主要的街道和交通的乱象 民众相当的不满 也要求政工所要拿出方法 恢复玉里镇美观的一面 一起到座即将收割 在万物起涨之下的玉里镇倒股收购价 失踪在最底线 务农为业的政代表罗士权 再度咨询为农民发声 我想我们每年的行销 我们玉里米的动作 也停滞了一段时间了 还有我们股价的低迷 我想刚刚秀琪代表也讲得很清楚了 真的我们的股价没有占过了 一般检测只要义里镇的检测500甲 到时候有通过的全部带他们去卖股质 股价量仓官员就要抢股质 价格就会拉高 这个观念非常对 然后你要去办了行销那些 把股贴在那些股价 这个很棒啊 非常棒啊 所以说在这边 因为为什么我们是行政单位 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做的 卢士权正同镇长龚文俊 透过镇公所道名检验站 认证机制来拉抬玉里镇股价 同时产销推广 但对于镇长在市政报告中强调 要找回玉里镇竞争力的说法 他则持保留态度 罗士权直询建议镇长 玉里镇街道交通停车乱象 让民众诟病 游客也却步要竞争力 还是先解决停车交通为首要 那边的停车 真的说几乎都是商家的停车 根本都没有规划 外面的游客来玉里一味难求 我认为是说使用者付费 本来就是应该你既然 提在那边你需要付费 我是认为说 希望能够一并的规划下去 此外针对了玉里地标 课程红桥 尤其褪色斑驳 镇长首任内打造的红桥 清水公园 围管不张 以及建制百年老树公园 进度等议题 正代表罗世权也逐一质询建议 期盼真公所团队重视 进一步严拟推动 创造玉里镇真正的竞争力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导 anticip shining 字幕致申请不吝点赞